由大常庆导演再度指導的韓劇 同一已經在八大戲劇台熱播 劇中演員池珍熙 韓孝珠 李素顏和裴秀斌 特別抽空來台和影迷見面 見面會上他們熱情的和影迷打招呼 裴秀斌還大秀中文呢 大家好 我是裴秀斌 謝謝你們 大家好 我是裴秀斌 你會講中文 我會想見面的 我會有很久、就是和平安的見面 我會想見面 所以我會見面的 很幸運 大家好 我是裴秀斌 你們在大關上的認識 為了很幸福 很幸福 大家好 我是裴秀斌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大家好 我是裴秀斌 今天在大關上的第一次 曾經演出大場景中的 敏大人一腳而紅遍全亞洲的池珍溪 這會跟同批製作班底再次合作 大家很好奇他能展現不同以往的演技嗎 一燦爛的遺產在台灣走紅的韓孝珠 精湛的演技則被大家稱讚為第二個李英愛 對於這番讚美韓孝珠謙虛地表示 我認為自己也很高興 對 很好 之後四個人開心地和影迷體驗台灣夜市遊戲射氣球 還蓋上首映簽名捐贈給慈善機構 愛攝影的池珍溪調皮地跟現場媒體互拍 展現她親切的一面 無度訪台了她大力跟其他人推薦 台灣的美食真好吃 我們四個人在韓國也有很多東西吃過 我們四個人在韓國也有很多東西吃過 他們都是高級的 高級的美食 美食家 非常好 首先我們在台灣的飲料很好吃 而且是清潔的 所有飲料都很好吃 所有飲料都很好吃 最多的飲料都很好吃 隔天行人前往中正纪念堂 观赏卫兵交接仪式 四个人一走进大厅 立刻成为观光客瞩目的焦点 许多师奶们压根忘了卫兵还在表演 就兴奋地拿着相机 对着池珍西猛拍成为另类景点 二十四个人看卫兵看到目瞪口呆 只是这一趟观光行可累了韩孝珠和李素颜 因为脚踩四寸高跟鞋的他们 可是足足爬了八十个阶梯 才气喘吁吁的到达定点哦 在韩国创下极高收视率的古装剧同一 与八大戏剧台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播出 请大家别忘了锁定收看哦 八财帮组综合报道